新鮮波士頓龍蝦 撒上胡椒白酒 直火出現落痕 逼出香味 靠著奶油鎖住水分 每個步驟都非常講究 很難想像這海鮮餐廳 來自商旅品牌 商旅業者跨入美式海鮮料理的領域 打造超過十多種的龍蝦料理 除此之外呢 就連甜點都做成龍蝦造型 商旅跨入餐飲鎖定海鮮 手間店插其西門商圈 除了龍蝦之外 也集結牛排豬腳等料理 主打高CP值 市營運期間八月定位 已經超過七成 另一家位在松江商圈的酒店 二樓的地中海餐廳 由董事長蔡博翰 親自邀請米其林新級主廚 李明健設計 食物風格融合各國創意料理 就連平日下午 都作物虛席 其實呢對於飯店來講 週一到週四是業績相對比較差的時候 但是如果有餐廳的加持的話 相對的就可以去彌補 他業績比較差的時候 二零二一年國外旅客人數只剩下十四萬人次 交易情前減少了百分之九十九 周印象最深的就是臺北商旅品牌 既沒有商務客觀光也搶不引大飯店 如今盼來國內解封 卡位殘旅市場為品牌注入 強行針 暫居許志雄方向太多 thumbs up 臺北者